民政党党选明天提名 当今大马了解到 由于导刘华财势力协商不成 因此党主席预料会出现四角战 寻求连任的刘华财昨天发布影片向中央代表拉票 同时表明民政党会和国盟共进退 刘华财在面子书影片中表示 他在党最低迷的时候接任党主席 他希望尽快把民政党带出谷地 直到第十五届大选过后 我相信我们的方向已经非常的清晰 就是跟国盟共进退 所以这次我有意寻求残联 希望各位同志能够再给我多三年的委托 让我有时间去完成手头上的工作 给党 给党员 给我自己一个交代 刘华财也为自己不足之处向党统治道歉 也虚心接受大家的批评 当今大马报道 党主席竞选方面 除了刘华财还有联邦直辖区主席刘开强 新邦令金区部主席梁德明和马六甲州主席严炳南 刘华财将会和胡洞强搭档 胡洞强捍卫熟理主席职位 在反刘华财阵营方面 为了避免分散选票 党内有传言指梁德明和刘开强可能会合作竞选 不过刘开强告诉当今大马 他的竞选搭档会是现任总秘书麦家强 而梁德明则没有透露人选 另一方面 严炳南表示 他的熟理主席职搭档是宾州民政党副主席邱正昌 想知道民政党党选的更多看点和及时消息 敬请订阅当今大马文字版